五千包生死已经入库 如果顺利 今年将是大赚特赚了 其他的我不担心 就是日昌和的头寸 现在已经紧的是不能再紧了 你再多发点贴票 不就什么都有了 贴票也不能随便发的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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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掌柜请您 赶快去趟日昌和 出什么事了吗 好像出了点麻烦 我知道了 我马上就去 是 老爷 怎么了 不知道 应该不是小事 那王爷在日昌和的款项 不会有问题吧 放心 应该不会 沈老板千万记住了 不管日昌和发生什么事 王爷在日昌和的存款 绝对不能有半点审失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今天一大早 来了位客人 取走了八十多万两银子 虽然数目很大 但是我又不能不给 于是亲近了所有的现银 如数支付 可是 到了中午的时候 北京和上海的日昌和 分别放来电报 说他们那儿也是今天一大早 有人取走了大量的现银 一共取了多少 总计二百万两 这事儿有点蹊跷 所以 我就赶紧让伙计把你给请来了 取献的是什么人 不知道 当初他们存献的时候 用的都是秘名 那我们还剩多少现银 三地加起来 也只有五千两 有多少人知道这件事 到现在为止 只有几个掌柜子知道 我们得千万小心啊 普掌柜 在 你给北京和上海的掌柜 都发个电报 是 第一 严密封锁消息 第二 如果有客人来取献 尽量拖延 但绝对不能流露出 我们现银紧张的风声 第三 放出去的那些款子 能收回多少就多少 是 我这就去办 货管家 老爷 给星约贸易行发个电报 让他们和克劳迪联系 今年的生司 能不能现在就交货 价格可以低一点 甚至亏一点也无妨 但是 克劳迪必须要马上支付现银 明白 还有 员 是 他 他 他 说 是 你 他 你 我 你 有 有 你 要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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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就去 双奶奶 我们存入日昌河的所有现银 已经全部取出 我们手上有多少沈家的贴票 到期的有两万两 未到期的有五千两 明天一大早 你就去将那两万两贴票兑付 一旦沈家不能兑付 就立刻将未到期的五千两 低价收出 记住 依旧是三弟同时进行 务必要让沈四海 顾此失彼 好的 另外 派人盯着沈四海 已经派人盯了 少佐奈 小五 刚才王继高派人送信 说沈家的人要发电报给克劳迪 要马上交引那四千包生私 按照你的吩咐 他已经扣下了 很好 你告诉他 我已经在他的户头上 存了三千两银子 明天再送一封回电给沈四海 五千两银子就到手吧 好 我知道了 这贴票怎么还不能兑现呢 是 这都多少天了 我跟你说 会兑换 你再不兑现 您别急 这都多少天了 什么时候能兑现银子呀 马上 马上 常规的 有人来兑现贴票 给他兑吧 多少钱呀 一千两 一千两 是 到期了吗 已经到期三天了 对吧 等一等 老爷 老爷 先别兑 那到期的贴票 如果不给换的话 空有不妥吧 三五十两可以 但这是一千两银子了 老爷 老爷 掌柜 老爷 又有人来兑现贴票 多少 五百两 加起来就是一千五百两 这样 都先别对 就说那管贴票的伙计 临时有事出门了 请他们留下地址 我们明天亲自派人 送到府上去 那好吧 我这就去办 老爷 老爷 怎么样 克劳迪回电了 怎么了 克劳迪说 他手上没有那么多现银 无法提前预付款项 另外还说 由于今年欧洲生死丰收 他手上客户订单少了不少 所以 他最多只需要我们两百包生死 不是双严四千包吗 怎么出尔反尔呢 这洋鬼子 就是个不守信用的混蛋 对不起 实在对不起啊 我们明天再来 兑换贴票的人不在啊 张国家 你帮帮忙 帮忙忙好吧 那谢谢 谢谢 你说这日昌盒搞什么鬼啊 这贴票都到期三天了 还不给我兑现 可不是嘛 我也是这样吧 我现在家里急等着用钱呢 等用钱 那你自己想办法吧 日昌盒的贴票 谁要啊 谁要啊 便宜卖了啊现在 我急用钱 怎么卖 怎么卖啊 你看啊 我这是面质五百两 到期是六百两 现在我五百五十两卖给你 我也六百两的 现在五百两原价转卖 要不要还我四百五十两转卖给你 好好 四百四十两 那我 我说你这人怎么回事 你怎么跟我抢啊 你别推我 你推我干吗 我现在家里急等能用钱 你干吗呀 你用钱 我也用钱呢 我也着急用钱 你怎么回事 你用钱 我也用钱啊大哥 我三百两卖给你 我三百两 我三百两 我也三百两 谁要谁要啊 看过我的 我三百两 老爷 掌柜 外面的人都在传 说文质上盒快垮了 贴票都不能兑现了 怎么办 不天外啊这是 怎么会传得这么快啊 我也不知道啊这是 我一百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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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两 一百两 我五十两 老爷 老爷 外面突然摔好多人 要求这些铁票怎么办啊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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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在外面卖日长河 还没到期的铁票 十两银子的 只卖八两 甚至七两 老爷 老爷 这一定有人在背后 算计咱们 你才知道 那 那怎么办呢 到目前为止 到期的铁票有多少 三地加起来 也就是两万多两银 我们收了多少线银回来 好说歹说 只收了三千两 另外 霍管家 又送来了两千两 是 现在是什么时针 已过五十 好 到期的铁票都可以兑现 但你跟外面的伙计说 尽量拖延 未时一过 马上打烊 要兑现铁票的 明日清早 明天 这 这 这能行吗 现在只有去找杜老板了 只要王爷出手 一切都没问题 好 请 好好 我这就去办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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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老板来了 快请 快去 杜老板 杜老板 你来得正好 我正要去找你的 来来 走走走 我听说日昌河遇到麻烦呢 是啊 快坐 我奉王爷之命 将他赞纯日昌河所有银子取献 杜老板 你来得正好 我正要去找你的 来来 走走走走 我听说日昌河遇到麻烦呢 来来 走走走走 我听说日昌河遇到麻烦呢 是啊 快坐 我已经奔走了两天了 但对方出完一招又一招 我已经招架不住了 现在只有你和王爷出手 才能挽回败军 可是你要我怎么做 第一 查清楚谁在幕后指使 第二 赶紧请王爷调集两百万两现银 以 以诛日昌河 渡过眼前难关 沈老板 自从筹建虎神营 王爷又是买枪买炮 又是发凉发响 他现在手头比之前紧多了 哪还有这么多信员支援你啊 你不是说过吧 王爷掌管户部 如果我们头寸出了问题 从户部挪点出来 不就行了吗 不 我有说过这话吗 这可是你亲口说的呀 如果你没有说过这话 我也不会囤积那么多的声嘶 我告诉你 我刚刚得到消息 这批声嘶 今年根本卖不掉 沈老板 你先别着急 就算我说过这句话 可是两百万两现银哪 怎么可能收给你就给你 好 你说 什么时候给我 大概三个月之后 不行 最迟明天 那绝对不可能 如果我们有两百万 一百万 五十万 我来 要不讲 你先把王爷赞存这儿的银子提给我 我再给你想办法 我没法给你呀 沈老板 王爷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 他既然亲口说了要这笔银子 那他是非要不可的 杜虎老板 现在日常和的许多事情都碰到一块儿了 我实在没有那么多的现银 只要 只要能够撑过这两天 王爷要多少 都好说 陈不够 胡声音出了点事情 王爷非常焦急现在 可是我没有啊 可是外面不是还有兑现贴票的吗 到期贴票如不对线 会惹起更大的麻烦 后果更不堪设想 既然有现银兑现贴票 你为何不支付王爷 现在日常和 根本不够现银兑现贴票 你没看见吧 我们的伙计们都在尽量拖延 以求稳住世面 杜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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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老板 王爷有令 你竟然敢违抗 杜老板 杜老板 副杜老板 你损好是什么 孽雷 老板 你就买了 ϊ银 referred 157 Garden 那有多少提多少 副长柜 副长柜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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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 这 来 来 来 把我们所有的现役 全都给他们 那 那外面还没兑现的 贴票怎么办 提前打烊 老爷 那会出事的 我让你去 你就去 副长柜 快去吧 那杜老板 跟我来吧 霍莉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你没事吧 你没事在吻 我们的游戏 我来 我没事 你可以 拿一下 拿出来 你们日常和搞什么鬼啊 说好了兑现的 怎么又不对闲了 是不是以赶不过了 你咋地堆不住去 跟一句话 少爺 先把我的兑现了再打烊 行不行 今天要救你了 不好意思 我们今天打烊了 明天再来吧 明天好吗 万一你的兑现吗 万一兑现不了怎么办 对啊 各位爷 请回去吧 你们就算在这里不走也没用 我们今天肯定不会兑现了 只有的明天 陈思海 我知道你在里面 你给我出来 给我出来兑现啊 出来 出来兑现 来 到备这儿 所有的现役 都被他们踢走了 是 我马上去天城横报风楼 正通英好这几家 和我们日常和有生意往来的钱庄 只要他们愿意帮忙 我们还是有希望的 老爷 别走前门了 走后门吧 老爷 老爷 别走 等等 停一下 快走